美国总统特朗普再一次口出狂言 说再过20天左右的时间 中国就将陷入西方媒体 以及悲观经济学家所预测的那样 工厂停工 学校停课 商店关门 政府停顿 股市则完全无法交易 有钱人将拖家带口的奔向海外 而本地居民则急于将手中的货币兑换成食物 更多的家庭将会在墙上粘贴标语 以表达诉求 大街上充满爆炸物所残留的火药味 人们大多无所事事 整天酗酒大排 孩子们则会成群结队的出门去讨钱 对此 我国外交部已正式做出回应 滚你骂个蛋 那就过年